他是上个地区宁夏地区的土皇帝, 西北地区赫赫有名的司马势力, 百姓对其恨之入骨, 冰败后带着七吞黄金三个老婆逃到了外国, 难以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曾经被称为是乱世枭雄, 他就是马洪魁, 在他晚年时期想要回国却遭到了拒绝, 马洪魁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, 让人意外的是一个出生在封建时代的人, 最后竟然成为了民国盘踞一方的大军阀, 父亲曾经脱关系, 让他成了招武军的教官, 这个关职相当于节度士, 只不过不是清朝管下, 袁世凯将招武军正变成了宁夏新军, 让马洪魁当督徒, 带兵去平定一些各地的起义, 马洪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立了不少功, 因此被体罚成了陆军少将, 不得不说马洪魁是真的有本事, 民国时期的掌权者更替数次, 按理说每次更替后政权也会有所变态, 不过马洪魁却能一直牢牢地坐在高位上, 虽然期间官职换了不少, 但是一直稳坐钓鱼毯, 甚至后来官职还一生再生, 随着马洪魁实力地打增, 他也逐渐成了民国的大军阀之一, 从马洪魁的履历上来看, 他能在混乱中扎根下来, 不过是因为他的眼力劲非常高, 在老蒋还没有掌权的时候, 他就开始大力拥护, 自古以来跟皇帝打天下的将军, 与后来投诚的人可是不一样的, 马洪魁相比其他人而言, 显然更值得老蒋信任, 马洪魁的兵马被改编扩充, 在短时间内实力大增, 这就是他能在宁夏驻扎下来的根基, 并且成为了地方的军阀, 1933年马洪魁就任宁夏副主席职位, 从此以后就算是彻底掌控了宁夏, 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老实的人, 马洪魁有着自己的方式, 因为是副主席, 上面还有压着他的人, 于是他就在重要的位置安插亲信, 表面上做足了历经图治的样子, 由于宁夏偏远落后, 老蒋不愿在这种地方多费心, 所以就下令除了教育厅长之类的重要职务之外, 其他的都有马洪魁自己做主, 不过马洪魁也不是擅长, 几年间挤走了五六任厅长处长, 其他的重要职员也都是马洪魁的心思, 那么为什么说一个区区的副主席就成了土皇帝呢? 有兵就有权, 有权就有钱, 这是土皇帝马洪魁的人生信条, 就是靠着这个信条, 马洪魁在宁夏死死控制着政权,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 他是个很清醒又魄力的人, 马洪魁在宁夏实行了一种叫做和属办公的制度, 就是这个制度让他过上了皇帝般的日子, 不论是哪个职位, 只要是各个部门的主事人员, 都要每天早上在办公室外等待着召见, 后方进前方出, 马洪魁则在办公室里准备了一把太师椅, 他坐在镇中间, 等待着这些人来问安, 汇报工作, 而他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发好施令, 屋子里除了他的太师椅没有别的座位, 来请安的官员们就只能站着答话, 活像是古代的上朝, 马洪魁有一个儿子被官员们私底下称为太子, 有时候马洪魁有事外出, 所有的事物就都交给儿子吧, 官员们就对他的儿子也为命是从, 半点不敢怠慢, 老蒋对这些事情也不是没有耳闻, 但是他是不会管这些事的, 只要马洪魁不越权造反, 他可以尽情过自己的皇帝瘾, 不得不说, 马洪魁是个聪明人, 虽然你想偏人,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, 他才能一人独大, 否则但凡是个重要省事, 老蒋都不会允许他这样, 后来马洪魁因为多次乘上了一些作战计划, 老蒋对他很满意, 一路把他也给踢拔到了陆军上将的职位, 虽然他是靠老蒋得到了今天的地位, 但是并不代表他从此就为老蒋马首是瞻了, 事实上他表面上历经图止, 但是背地里却无恶不草, 马洪魁大权独揽, 开始大新土木, 推出很多税收, 还自行发放货币, 在当土皇帝的这些年间, 他没少大发横财, 严重搅乱了市场, 当地的百姓们也是敢怒不敢言, 这样的治理方式就导致下面贪官屋里横行, 底层的人民备受欺压, 民不聊生, 因此马洪魁在民间还有一个银马的外号, 意思就是银下的害群之马, 要说马洪魁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胡作非为, 是因为他为人非常圆滑, 在做事情前喜欢给自己留退路, 他能分到今天靠的就是强大的关系网, 他为了维护关系网, 曾经自套药包, 赞助大批留学生去留学, 来组织军队修建云庭区, 给很多的人提供了方便, 赞下不少的人情, 这些人情大部分都是中央的人, 因此他才敢在宁夏肆意妄为, 马洪魁是个狠看得开的人, 该花的钱就要花, 该享受的生活就要享受, 这些年间他在宁夏脸了不少的钱财, 三七四七纳了一大堆, 日子简直比皇帝还有逍遥自在, 只不过善恶中有果, 马洪魁坏事做敬, 逍遥了大半辈子, 最终也有走到尽头的时候, 从前有多风光, 逃走去避难的时候就有多狼狈, 他当了十七年的土皇帝, 攒下了金子无数, 气血一大堆, 但最后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, 马洪魁跟着老蒋逃走, 还没等过上安生日子, 就被仇家给告状, 把丢掉宁夏的责任推到了他的头上, 此时此刻他非常明白, 老蒋绝对不会保自己了, 于是他斩钉截体的做出了决定, 马洪魁以妻子生病为由, 直接飞到美国去避难, 在临走之前, 他带上了自己这些年攒下的七吨黄金, 三个老婆一起跑了, 这一年马洪魁已经六十岁了, 他因为之前贪图享乐, 胖到了二百斤, 肥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,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 饱受折磨, 七吨黄金虽然看着多, 但是毕竟是坐池山空, 再加上他们之前挥霍惯了,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过日子, 人到了美国四处都要打点, 并且到了别人的地界, 就犹如砧板上的鱼肉, 任人宰割, 攒下的钱财很快就花完了, 然而在美国避难的马洪魁没有权利了, 没有权利就没有收入, 他们很快就山穷水尽了, 没有钱没有权, 病痛的折磨还让他痛不欲生, 根本没有能力去享乐, 他的妻子离他而去, 学历最高的吴太太, 也与一个华人教授相恋了, 这个吴太太还年轻貌美, 如果不是为了贪图钱财, 又怎会看上一个六十岁的肥胖老头呢? 马洪魁如今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落差, 这让他一度无法接受, 再加上他现在在异国他乡, 一个人就越发感到孤独了, 直到他晚年时期, 中国已经平稳下来, 他想要回到祖国的心情越来越强烈, 于是主动发出了请求, 想回到家乡看看, 不过他的请求被拒绝了, 一个曾经祸国殃民的土皇帝, 还曾对付我们的同胞, 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中国人的, 其实他原本可以走出一条为国为民的道路, 其实是立场不同, 但是只要曾经为了国家的利益有所付出, 我们必定会给他最大的尊重, 我国曾经有很多优秀的国军将领, 带领人民参与抗日, 后来我党都对其敬重有加, 有些已经牺牲了的将领, 他的家人都被郑重安置了, 但是马洪魁却为了自己的享受, 罔顾人伦, 草菅人蜜, 让百姓饱受欺压, 兵败后又携款逃跑, 抛弃祖国, 一个人若是没有了良知, 那他也就不配被人尊敬了, 马洪魁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, 他的妻妻们都离开了他, 只剩他自己心灰意冷, 马洪魁用自己为数不多的余钱, 置办了一家羊马厂, 靠着羊马为生, 只不过没发什么惨, 一直到他临终之前, 他还穷困潦倒, 而他此生最大的遗憾, 就是没能回到祖国, 1970年, 马洪魁在洛杉矶病逝, 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。